德九是在这个比较热门的房间 哎 进点 情况 教练 教练倒了呀 专注指挥 可以 高情商 低情商 白给 载剧中斜通的 哎 没有斜通问题是 这个火能不能补到 感觉烧到了一点 哦 但这个夹角很完美啊 有办法 两个方向同时进 RPS前期四个人 四个点 你看余人刚刚到这边 小虎也是在马路对面 余人也到了 小虎也出过枪 直到在马路对面 可以选择直接扑 莱克雷 走不了了呀 老橘开车来直接也蹦蹦 有点危险蹦蹦 如果还好 枪还是比较稳 之前老橘来做平息嘉宾的时候 我问他就是最近 有没有疏于训练 他说还是 就虽然不 屋上就是悟空 新店还有悟空的人 哎呦 这是被加了呀 而且赶的方向正好是 往山头上开 还有人在买 是的 赶快能不能低时间出枪 这个要留下 这个能留下吧 没问题 Ninja走了 嗯 Flying那边打 但是柏梁可以补到这一分 小凯是补掉Free Jimbo 那现在只剩下Ninja了 刚好走进了悟空的一个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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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会把城给排掉 哎 怎么回事 南哥怎么没走啊 关键是他在腿 你知道吧 而且这个车怎么是 关键是没想着管了 哎呦 主要是这个圈形切回来之后 有大把的位置去打 关键三个人下山的速度也比较快 这波带行啊 司机 司机有点方向盘 拔不住了 是 后边这个点没人 赶紧打 一路上都过来 其实都没人啊 感觉可以回到出发的地方 也挺好的 前面有点小折子 我出来想的一句话叫 伏无双制祸不担心 说的就是X 哎 进点这不出枪啊 这不扫的 主要是Neo翻车了 XC就没想打了 对 尤力尔先倚了玄制 进点Neo也来了 互相倚 Neo被夹住了 高点的枪线 好像不是很稳定 这波底波的两个人全部被拔掉 防区也拱手让人了 还有 我们现在可以切第一手枪线 啊 他为什么不切个座啊 他落在 正好key的可以打到的地方 我感觉这波好粗糙啊 有点上头 考虞也没下来 然后进点 队友其实倒了两个了 你下去 XC没倒人的呀 嗯 何必呢 两人也是可以玩的 这一波小伤 开过去了 第一时间没出枪很稳 61 要等后边的车 后边这两个人要留下 正面开过来的 很好的角度啊 一个都别走 第二个人怎么打不到啊 不打雪吗 别上头 别上头 千万别倒 意识到了 趴着回来的 一枪投 这一路保了三个人 可以了 高星倒 高星这个位置感觉要被捕啊 还一直在中枪 还好 霸这个位置下个圈感觉 切走的话进去有点不太好听 嗯 没什么地方可以绕 哎 TYE这波转移 又吊人了 再往前走 就到天霸脸上了 他这个车躲 嗯 然后就越来越没分 手感越来越差 你看 直接直接一枪头 嗯 哎也不在一个正面战场 哎呀 TYE就一个兄弟了 这个蹦蹦再开开开不动了 真的是 好难啊 两辆车 往前开 前面的坑就在圈 不过永远就在地点 哎 这三个人的车怎么翻了 啊 还好枪下比较少啊 开手就跑啊 看对这个车人比较多 枪都不开了 直接跑 对马一边 CTG还是被截住 对了呀 又是一波布阵啊 哇 有的队拿分 就是这么轻松 背身 这个大背身 哇 IA7和天霸今天也是 真的是宿命对决 是的 你看灰灰又倒了 哎呀 灰灰倒哪了 太惨了 想救想救 时间最后几秒钟 这肯定不敢救了 灰灰就流掉了 现在只剩星星 搞点枪先 2打1 哇 主要是这种情况 其他人呢 对 再往上走一走 你看所有人都抱着那个 脸居过来的 星星也是先拿分吧 队友肯定不能救了 I7肯定想法是先把分消化一下 还是K到了1分 星星这个位置是被TMA给打掉了 鸭皮枪头 你看这就是剩下的两支队伍 舒服的地方 一个TMA一个打 只剩小檀了 对 哎呦 AZE 这 啊 跑不回去了 跑不回去了 太靠前了 哎呦 鸭皮这边AZE顶了过来 TMA两面开花 哇 鸭皮一穿四 帅帅 帅 真的帅 这波 这波 我海哥打的一边 露露太靠前了 然后鸭皮这边说 我这来人了之后的两兄弟只往回跑 路都回不来了 哎呀 这一侧悟空又来到了4M脸上 哇 CG一波DT一波 对吧 两波团 七个头 所以有的队拿分就是 你看 各种角度的枪线 永远被发现 FL那边被龙泽拳打倒 这颗雷什么时候爆 哇 时机特别好 两颗雷直接解决战斗 人还可以救 这田妹一把拿了之前艾伦哥三把的分 DT其实也要双线作战的 所以没法压得太浅 哎呦 乌鲁偏逢连夜雨 在FTY大举压进的时候被2-type 玩嘛 没得玩我跟你说 这虽然现在能活 FTY肯定不太会 现在这个时候会压过去 老橘 给你扔什么投掷物 后续怎么出得来呀 女帮的架 对 阵线拉的有点开 问题是老橘自己现在有点难抬头 哇 直接一波反打 老橘架不了的时候 许臣探出去了 这个沟通 他感觉是想解决一下 就近点提 老橘说 这波你要顶我不行了 我可能要倒 可能会错意了 对 这波配合 直接把许臣捐掉 而且 来了 括号 Omega的信条 来了 新点开花 小海 顶住小海 没地方走了 没掩体的呀 完全没有掩体 一个小树 害怕是雷 雅匹打了一个 雅匹今天真的关键先生 是的 打了两个吗 后边这个应该不是他打的 对 有其他地方的枪线 雅匹还在找角度 哇 啪 啪 啪 两滴血 打一个包 DGT来了 这DGT给牙皮解了波围 是的 被我忙的 DGT这波压力给的好呀 嗯 哎没看到吗 哦 看到了还是 DGT这波出击恰到好处 鸭皮也被 伊特雷清掉 嗯 LCE选择反轻反打 DGT今年也倒了一个 二打二 嗯 这波Panora低视角应该 瞬间秒杀 哎来了 雷来了 雷来了 哇 好在救起来 哎呀 又来帮手了 悟空这个地方还是有角度推的 而且角度很好啊 是的 一枪一枪 一枪 还是差一枪 没问题 有了 马路的北边青丸 南部也有控制权 是的 还可以再跑回来 主动去出击 主动打打马路的人 近点还有一个全是残血 一颗雷 互换 无伤伤害 这波不能等 要顶 又是白龙马 白龙马 这波可以直接往前提了吧 好像附近也没有枪也能限制他们 对 要顶啊 不能等 如果DGT想的也很清楚 这波对方可能要顶 另外一边FGH先把KXG给淘汰 DG选择两个人一起拉 雷来了 这颗雷 把人补掉了 KXG119没事 半血 这个破破好过 那这个架可能还要再拖一拖 FGH暂时没控管北边战场 在听DSS DSS出来了 先打了一个 勇死根 还有 帮斯特尔的枪 两人一直打一个 二打一 哇塞 哇塞 哇悟空这边还有很多雷呢 哦烟边放倒 而且也是圈边的一个位置 来了直接丢 哎呦 侧翼MTV枪限也快到了 这边能不能 估计很难顶 对啊悟空打了一整把 结果DG手感也这么好 哎呦 今天埋了一个 是柏梁 最后一打 这个位置有点好排 毕竟就在一棵树后 随便扔点道具 有可能就解决掉了 是 帮斯尔雷 为了把人补掉 是的 今天还是 先动筷子 是 DT也没上头上 龙斯根 嗯 再拿两个头 龙斯根也烧起来了 哇 他当时最有权冲下去了嘛 就只剩他一个嘛 这局真的是超额完成任务 这局真的是超额完成任务 嗯 这个排名封拿的很舒服 看看标九能不能打倒人 打倒一个 那其实 可能机会不大 烤鱼烤鱼 距离有点远呀 RFTY可以一架一枫 最后不给分了 不给分了 最后是RFTY这把14个 来呀 啊 啊 啊